今年首個襲港的颱風泰利 令本港掛了近16小時8號訊號 去到昨天下午4時多結束 而3號強風訊號仍生效 市面已恢復正常 亦有人因此要回半日共 8號訊號下波後 迎來的是近2小時的黃色暴雨警告 鐵文台一道警告 屯門和大雨山的雨勢特別大 可能出現嚴重水浸 新獨輪本地航線 埃曼5時多起都逐步恢復 有市民說因為打風 通宵連回兩間 因為要加班開工 所以今晚才才收到工 剛好日下回8號坡 才回床州回家 一時會片、會浪 因為它是日暗用的 部分打工仔說沒想過 8號訊號維持到下午4時多 變成多一日假期 本來打算是12時左右 會脫下回來回公司做事 不需要 不過明天要回去 要好似趕快點工作 那心情會否有點複雜 沒有的 沒有的 有一天可以休息下午 有宜人就趁今年首個風假 百可風球下照樣戲照看 家裡沒東西做就出來 下街看看有沒有戲看 有戲就看 不錯的 戲院說下午大部分 場設的飛已經賣了一半 有些甚至賣了八成 不過對旅客就未必是好事 行程被打亂 就去商場裡面逛一逛 或者是看一下電影 其實在馬來西亞沒有颱風 當然我也不想颱風發生 就是可以experience一下 也是蠻不錯的一個體驗 觀塘這間酒樓全日照常營業 經理說總誤市的生意額比預期好 和平日差不多 晚市也沒有大影響 很多客人都說政府派了消費券 今天加上打風不用上班 就會直接出來消費 生意額也有提升 他說來的主要是預約 職場入座的人不太多 因為街市又營業 有市民會在家裡煮飯 無線理智記者葉昭雅報道 馬來西亞醫院在風暴期間有設施船圍 醫管局說昨天早上大約9點半 8號訊號生效期間 醫院正遠一部電梯裏 一個長大約60厘米的天花風墜鬆脫 懷疑因為強風影響電梯槽氣壓所致 事發時沒有再行 完成維修後已經恢復運作 園方也有檢查院內同款的電梯 到下午大約2點 地下走廊也有8塊假天花鬆脫 和一度防煙門的玻璃破裂 警方隨即為封 和安排工程人員檢查 並且已向醫管局報告事件 不少市民說打風期間 坐的士要額外加錢 有大律師警告 如果是司機提出就是違法 在機場快線香港站 不少市民坐的士來轉乘機鐵入機場 如果坐的士直接去機場 要加的附加費可能更多 有的士車主商會估計 市面只有少於一成的士服務 說惡劣天氣下的士司機開工 萬一有意外容易引起爭拗 有大律師就說 根據道路交通公共服務車輛規例 的士司機必須按錶收費 打風不是豁免理由 打賞或貼士的模式 那士司機就未知會亂來 根據規例 不按錶收費 最高可以罰款一萬元 和監禁六個月 無線電視記者 張苑欣報道 澳門3號風球生效 在8號風球期間 公共交通停駛 關閘口岸逼門旅客 有著澳門記者 黃偉知不得 8號風球之下 澳門所有公共交通 和海上航班 全部停運 在關閘口岸 仍然有旅客由珠海入境 但只能夠等的士 的士站人龍延伸幾十米 有旅客估計要等兩個小時 才能夠上車 政府你看看現在多大風 每個人在關閘口 全部人們都滯留在這裡 怎麼辦 就是要提示一下 讓人們不要過關 澳門清晨大約5點半 發出8號東北風球 內港一帶出現水浸 海水不斷由水渠湧出 市民赤腳涉水過馬路 水深浸過腳碗 也有雨由水渠出來 坑渠走出來 捉了把水放進去 有商會用產車升起器材混走 避免浸壞 亦架起防水閘 預早做好所有的準備 令到自己不想 有任何損失 不要做一招生意 沒有問題 沒有辦法 這些地無可避 去到上午10點的時候 這邊的水開始退 水浸的情況也有改善 警員就開始開了部份的車道 受天氣影響 有女客提早回內地 本來是想去大三方那邊打卡 然後現在就是沒有辦法 然後有點影響 就是接下來的行程 澳門行政長官賀一誠 到民防中心指示 做好防風防水浸的工作 保障居民人生和財產安全 無線電視駐澳門記者黃慧之報道